在2022年4月29日举办的动视暴雪特别股东大会上 超过98%的公司股东在无约数地投票中 表达自己对微软收购动视暴雪提案的支持 有网友戏声说 这是一次动视暴雪股东自己决定 要不要让手上资产翻倍的投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明年的6月30日之前 这个名为动视暴雪的公司将在世界上不再独立存在 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某会惊讶的发现 动视暴雪这家公司的历史 几乎就是半部电子游戏的历史 在这几十年的历史之中 曾经有过背叛 有过泪水 有过血汗 有过一代游戏人吊打资本家 也有过游戏开发者 为了争取自己的名字耗尽一切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31年前 在那一年 暴雪成立了 虽然那个时候 它的名字还叫做 龟宇神经界 1991年12月 从UCLA毕业的 Michael Morham Frank Pierce 和Alan Adam 一起成立了暴雪的前身 龟宇神经界 虽然我们现在回头看 大家更多记住的是 Mike Morham 作为暴雪CEO 在各个场合的风采 但其实当年牵头做这个事的 是Alan Adam 早在毕业之前 我们的Alan就已经在南加州 和游戏开发者圈子混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 游戏圈也要讲人脉 而Alan正好认了一个 当时游戏行业最牛逼的大哥 Brian Fargo 这位大哥是何许人也呢 他当时开了个公司 叫做Interplay 这家公司 恰好就是整个游戏行业的传奇 曾经发行过 博德之门 冰封鼓 辐射 欲证文句等等 在欧美 那都不是CRPG的半壁江山 那歹是四分之三江山 大哥公司一牛逼 总结到各种各样的游戏活 大哥懒得做呢 就交给手底小弟帮忙 大哥呢 赚个差价 美滋滋 所以啊 早在毕业之前 Alan就已经从Brian Fargo 接到外包工作 一毕业呢 正好就想着 拉着自己两个铁哥们呢 一起开公司做游戏 公司呢 一开始取名叫 龟与神经舰 他们想的挺好 龟呢 当时是高科技的代表 神经舰呢 也是高科技 听着呢 这公司名字就很牛逼 在奈何呀 美国人民文化水平不高 他们呀 不认识龟 只认识龟交 龟交呢 就是丰兄用的 因为这个 他们这公司名字 没少被人嘲笑 结果一气之下呢 他们三个选色 那我改名 所以呢 就改成了chaos 也就是混沌工作室 Frank Fargo这大哥啊 其实还挺仗义 没少给小弟派活 但是这活呢 都是移植的游戏 也就是啊 把PC平台的游戏呢 在主机再做一遍 比如他们当时 做的RPM Racing 就是由EA 于1985年开发的游戏 Racing Destruction Set 的超阵重置版 不过在当时啊 虽然做外包赚钱 善照销量分成的 但是呢 首先你得达到 一个保底的销量之后 才能分到钱 不然呢 只能拿最低的保底价格 这几个哥们做外包呢 每次呢 都只能拿最低的保底价格 也就呢 一两万美金 这就让他们呢 很吐血 这个时候啊 大哥布兰范尔格呢 看自己的小弟们 做外包这么辛苦 又分不到钱 也啊 于心不忍 就和他们说呢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只要说服我 我可以让你们 做一款自己的游戏 于是呢 他们哥们几个大喜国望 就提了这么一款游戏 也就是 《失落的违京人》 结果啊 这个游戏呢 大哥那一看 大哥说你这做的呀 游戏还行 就是画面太实了 但是呢 也正是大哥一番话 奠定了之后 暴雪出品的游戏的 美学基础 又是锐利的对边形 鲜艳的颜色 后来呢 这一通改 游戏呢 也终于上市了 但遗憾的是啊 这个游戏也没赚几个钱 他们呢 还保持这种 入不敷出的状态 这几个哥们啊 他们就没开过公司 也没正经上过班 他们本来呢 就是纯粹的玩家 上班呢 就天天啊 打游戏 跑团玩街机 只能靠刷信用卡 来发工资了 不过无独幽啊 当时有一个公司 叫做Davidson 正好对游戏感兴趣 虽然啊 他们是一个 教育软件的公司 但是呢 正好想弄一些 娱乐板块的内容 就对暴雪 发出了全资收购的邀约 这几个好哥们 其实从来没想过被收购 毕竟啊 被收购之后啊 就不能随便打游戏 随便摆了 于是呢 就随便呢 算了个天价出来 要了675万美金 要知道啊 他们那时候做游戏 做一款也就赚一两万美金 就对面说 哎行 这下呢 哥几个就傻了 甚至有一种错觉 说我是不是钱给爆少了 于是啊 出师未决的暴雪 哎不对 那时候还叫混沌公司 就这么把自己给卖了 对不起啊 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啊 这成为正经公司的子公司之后啊 就要注册公司名了 他们一查呀 Kaos这个名称 已经被注册了 那拿回来这个名字啊 叫10万美金 几个穷哥们 哪愿意掏这钱 于是他们就打算改名 All Great Studio 也就是食人魔的意思 结果名字啊 报到母公司那里 几个老板都崩溃了 说我们这是做教育行业的 我们不怕吓坏小朋友吗 无奈之下 他们最终啊 把名字呢 改成了Blazer Entertainment 就是啊 后来的暴雪娱乐 于是呢 在这种看似欢乐的份文下 暴雪终于算是正式成立了 当我们回看暴雪游戏的时候啊 不难发现 大部分的暴雪游戏啊 都不是一个领域的开创者 而是一个领域的极大成者 不管是魔兽和EQ 还是守望先锋和军团要塞 这些游戏啊 都是在原有的领域上 进行了创新和改良 而这一切的基因呢 都要从那款 让他们真正生命大造的游戏说起 也就是魔兽争霸 1993年 新木工作室制作的《沙丘2》发售 这款游戏呢 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类 RTS 即时战略 当时呢 暴雪几个哥们特别喜欢这个游戏 天天玩 一直在等续作 但是呢 就一直不出 他们几个就急了 说你们既然不出啊 那我们自己做一个得了 那这个暴雪自己做的游戏是谁做呢 下面就有请我们凉山地位好汉 暴雪第二个员工 帕特雅克 怀里特 这哥们呢 是一个后端程序员 在暴雪最大的成就啊 是创立了战网 后来啊 他就也离开了暴雪 还做了一个游戏很出名 叫激战 不过啊 在这个时间点 三位创始人都忙着做外包 做魔兽争霸的工作呢 交给了帕特雷克这哥们 他给魔兽争霸 做了大量的新特性 包括不限于 匡选单位啊 双层战争迷雾啊 等等等等 更重要的是呢 他还给游戏加上了PVP 虽然说啊 魔兽争霸的初代 并不是第一款 现在多人RTS游戏 但他的确是第一款 通过本地网络对战 后来呢 游戏还加了联网对战 也就是后来战网的初心 除了程序之外呢 暴雪啊 还集中了各个女的天才 首先登场就是Sham DDI 如果说帕特雷克是主城 那他呢就是主美 他确立了魔兽的整个风格 比如把肩膀的铠甲呢 做得特别大 让风格呢 就能凸显出来 还有呢 就是Bill Roper 这哥们呢 负责了魔兽一代二代 所有的配音和音乐 那些啊 那个各种怪声 传说他一月一时间自己做的 然后呢 他后来还主导了 暗黑二的开发工作 魔兽争霸一代 卖了三十多万份吧 算是还不错 但是呢 也到不了爆款 但这个好处是在于啊 母公司Davidson一看 哎呀 你能养活自己 那我就不管你了 紧接着一年多之后 二代魔兽争霸 黑暗之潮退出了 这个时候呢 一位大神呢 克里斯梅森就闪亮登场 他也是呢 暴雪玩家最经济道道的 暴雪主要编剧 这哥们本来来的时候啊 是个美术 但是来公司一年之后呢 他就因为讲故事和做事定能力太强了 直接成了暴雪游戏的主编剧 不仅魔兽的故事 星际的故事啊 都是他来编写的 总之 当时的暴雪 集中的这样一批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天才 他们在几年的时间里呢 创造了魔兽争霸系列 为暴雪的辉煌 创下来雷雷战功 但是啊 无论是一代魔兽 还是二代魔兽 都只能说呢 销量还是算不错 距离真正的暴雪暴红的暗黑呢 还没有端倪 而出到暗黑 就不得不提 曾经暴雪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北方暴雪了 1994年的CES上 暴雪接了一个Sensoft的外包 做了一个呢 结巴的换皮游戏 正义联盟特险部队 结果啊 在当年的CES上 他们惊讶地发现在Sensoft的展台上 居然有两个正义联盟特险部队 他们一去问才知道啊 原来当时Sensoft的 把同一个游戏的不同平台版本 外包的给了两个公司去做 他们做的是超刃的 另一公司做的是世家的 这另一家公司呢 叫做Condor 两家公司呢 算是不打不相识 这在展会的几天啊 就迅速的熟悉起来了 暴雪和他们说 我们呀 做了个魔兽争霸 马上呢要做二代了 Condor说呢 我们也想做个游戏 就是那种啊 一直杀怪 捡宝的游戏 有点类似的Scom的战斗方式 这游戏呢 叫做Diablo 可惜呢 现在没钱 不知道啥时候呢 能做着 暴雪的几位回去琢磨了一下 越想越觉得Diablo这游戏 有点意思 就飞到了Condor的总部 哎呀 也玩了Demo 玩了之后呢 直接给了他们30万 说呀 这游戏真不错 我们暴雪啊 就来发行你们的游戏了 但是呢 暴雪还提了两个小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游戏不能是回合制 一定要改成实时战斗 第二呢 游戏一定要支持多人 这第二个呢 还好说 第一个呢 直接把当时负责开发的 Condor老板 大维·布雷维克 整傻了 他表示啊 我们这个游戏的核心乐趣 就是XCOM的决策好不好 你改成实时游戏 那决策都没了 你们暴雪懂不懂啊 结果呢 他一问下面员工 大家都同意改实时 这个大卫呢 整个郁闷了 他把员工呢 都改回家 说呢 正好赶上周末 我这周末呢 就给你做一个出来 让你看看 这改实时就是不行 结果呢 大卫呢 在这个周末里 越做越怀疑自己 最后呢 他仅仅花了一个周末 就把整个Demo做完 周一拿到公司一看 全公司都折服了 于是 暗黑破坏神 就彻底改成了实时战斗 但是啊 在当时 暗黑破坏神的开发 陷入了泥潭 俗话说呢 就是没钱 为了开发暗黑 Condor甚至不惜 自己做外包来养活团队 而暴雪呢 看Condor这么可怜 又真心喜欢暗黑这个系列 就和他们说 要不这样 我们把你们收够了 我们帮你们一起 开发这个游戏 当时的Condor 简直不能再感动了 他们的暗黑这个游戏 给无数公司看过 没有人认可他们 大家都说啊 现在没有人玩RPG的 没有人觉得 他们做的东西呢 能行 只有暴雪呢 是真的实惑 于是暴雪 就这么收购了Condor 为了表示 我们都是一家人 Condor呢 还把自己的公司名字呢 改成了北方暴雪 还别说 暴雪这家公司啊 这时候是真的特别够意思 要知道 他们自己啊 从来没有从母公司 得到过支持 无论是Davidson 还是一开始Interplay 不去干涉你就很好了 更别说帮你们玩了 但是当时的暴雪 甚至把自己手上的 星际争霸项目都给停了 直接派人呢 来北方暴雪办公室 帮助开发暗黑破坏神 当年战往第一代上线的时候 连他们自己的魔兽争霸都没有 只有一个游戏 就是暗黑 不仅如此呢 他们还帮了北方暴雪 做了三地的人物 甚至连过场的播片 都是暴雪帮忙做的 为了游戏的质量 他们甚至错过了游戏 发售的黄金时间点 圣诞节 当年的12月26才压盘 次年1月3日才发售 但是 没关系 暴夜破坏神 首年销量突破100万 三年销量突破300万 它成为了那个年代 最火爆的电子游戏 1996年2月 在暴雪收购北方暴雪的前一周 CUC以换骨收购的方式 收购了戴维森 这场收购 完全没有和暴雪说 按照理来说 也不需要和暴雪说 而CUC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简单来说 这家公司是一个 做会员卡的公司 就是那种类似 现在什么的88会员卡 你有这个卡 就去打折什么的 收购了暴雪的CUC 完全不懂游戏 他们本来也没打算管暴雪 但是1996年 发射的暗黑破坏神 改变了这一切 CUC突然发现 卧槽 我这收购的是一个 下金蛋的母鸡 但是问题在于 暴雪他帮人 他只会不动 他们让暴雪 做暗黑破坏神的游戏 暴雪人根本不搭理 CUC一气之下 就说你们不做 那我们找人做就是了 那他们有啥呢 当时COC手上 还正好有个工作室 就是许乐山工作室 而许乐山呢 就把这个活 扔给他手下的 另外一个工作室 Cynergistic 然后和他们说 你们呀 快点做 暴雪老板艾伦呢 在度假 你赶紧别让他们知道 这就给暴雪气坏了 但他们又说不上话 毕竟呢 版权在人家手上 他们又怎么办呢 于是啊 暴雪退了一步 说你做可以 但是我有这些要求 你绝对不能违反 Cynergistic嘴上说 行行行 但是他们应对的方式 就是藏得更深 比如说这个社区 彩蛋奶牛关 比如说新职业 很多呢 都是暴雪 根本不同意他做 Cynergistic 自己全都给偷偷做 然后藏得特别深 最狠的呢 还属多人联机 暴雪明明禁禁止 不许他们做多人联机 但是他们还是 偷偷做了一个 局域网的联机 还是用那个 反破解的方式给做 暴雪气疯了 据说有一个暴雪老板 在电话会议中 对Cynergistic 做电子游戏了 这个资料片呢 暗黑坏神地狱火 最终于1997年 10月24日发展 市场一篇较好 并在1998年 获得年度资料片提名 凭信而论啊 Cynergistic做的这个 真的是不错 在那样的条件下 还能做出这样的品质 已经实属难得 而且呢 我们也能看穿 那个时代开发者的自尊心 我想做这个 虽然你禁止我做 虽然我是自己自愿劳动 但是呢 我觉得好 我就是要做 可是呢 我们也能看出来 当年的管理 有多么不成熟 居然一个工作室 能瞒着暴雪 自己做这么多新东西 而这呢 有为后来的悲剧 瞒下了伏笔 从某个时间点开始 暴雪和北方暴雪 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安一块神一代之后 整个北方暴雪 几乎躺了一年 什么都不干 不是打游戏 就是度假 这个时候呢 一个暴雪总部的人 来到了北方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Bill Ropper 他主导开发了 暴雪破海神2的内容 也是二代的制作人 20000年6月 暴雪破海神2正式发售 首日卖出18万份 一个半月卖出200万份 而这个时候呢 北方暴雪 分成了两条线 一个呢 就是暴雪破海神2 毁灭之王 另一个团队呢 则就做了一个叫什么 Project X的项目 据说啊 是一个太空割据的 暴雪破海神 然而呢 Project X这个团队的内容呢 一直难产 一直定不下方向 同时呢 北方暴雪粗放的 兄弟慧文化 几乎没有管理 又让公司陷入了僵局 北方暴雪的创始三人 David Brake 天天炫耀自己的跑车 Eric Schrieffer 开始全球旅行 终日不见人影 Max Schrieffer呢 则拿到钱 疯狂炒股 在Condor时期的北方暴雪 兄弟慧文化的他们呢 曾经害豪言壮语说 大家30岁 都能开上保时捷 然而现在看到 几个创始人的做法呢 整个团队都感到心寒 但同时呢 暴雪总不可不是这样的 由于魔兽争霸2的成功 暴雪打算用魔兽争霸的2的引擎 来开发星际争霸 然而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呢 当年魔兽争霸2的画面 现在看来已经不入人眼 在1990年的13上啊 他们丢尽的人 被人认为啊 你们啊 就是想做个换皮游戏 回来之后呢 暴雪断臂自救 砍掉所有其他的项目 全力重做星际争霸 为了开发星际争霸 暴雪在不知不觉中 开始的内部进化 他们开始走向了 管理的正规化 进行了管线的改革 确定的职责 逐渐呢 有一个真正的 公司化管理的模样 但这个时候呢 南北暴雪的矛盾呢 也逐渐显现出来了 南方的人啊 觉得北方太不正规 北方呢 又觉得南方太无聊啊 太过于认真 而甚至呢 有人建议啊 学EA 直接关掉北报 把两个合并 但这个时候呢 星际争霸即将发售 暴雪为了星际争霸呢 和母公司COC 谈了一个新的分程条款 一旦星际争霸的销量 到达一定数字 之后暴雪呢 将会获得巨大的分程 星际争霸 在1998年3月发售 这个游戏呢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因为母公司COC的原因 他们将陷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1995年的 互联网泡沫 让纳斯达克指数有了 巨大的飙升 而在1997年的5月 暴雪的母公司COC和HFS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进行了换股并购 GFS呢 和游戏半毛钱关于没有 它是一个连锁酒店公司 他们合并COC的唯一原因呢 是觉得有一个 优质资产的服务业公司 从财务上看着很好 然而在内部审计之后 这家公司的财务丑闻 逐渐暴露出来 COC这家公司做的财务造假 把本来亏损2.172亿美元 写成了收入5540万美元 这事爆出来之后呢 COC的公司市值一路狂跌 整个跌掉了四分之三 而暴雪在这里纯属无望之灾 要知道他们啊 很多人手上拿着 还是COC的股票 当年暗黑魔兽游戏发售 奖金其实没法多少 给的呢 都是COC的期权和股票 COC一跌呢 他们的股票也跟着迅速的贬值 但更让他们崩溃的孩子后门 1998年 法国传媒集团哈瓦斯 把暴雪和雪德山 从COC那边买走了 同一年 维望迪就全资收购了哈瓦斯 于是呢 暴雪和雪德山 都属于了维望迪旗下 2002年8月7日 维望迪呢 把游戏部门整体挂牌出售 而南北暴雪呢 则成为了其中的香波波 微软呢 Take2都来询价 这又搞得暴雪很慌 要知道比外行更可怕的 是内行领导内行 又是让那些游戏公司 收购了暴雪 他们可能再也没法 做自己想做的游戏了 一直以来 暴雪都有一个传统 那就是和母公司威胁 如果不让我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集体辞职 这招啊 暴雪屡时不爽 无论是在COC 违望迪呢 顾忌重施 要求啊 不管把暴雪出售给谁 他们都要在谈判桌上 一起参与谈判 于是呢 在2003年6月 南北暴雪负责人总共6人 邮件辞职威胁 逼宫违望迪 然而 就在邮件发出之后的几秒钟 南方暴雪的Allen和Mike 突然反悔 撤回了邮件 而北方暴雪的Dev Max Eric和Bill Roper 则继续坚持 之所以他们撤回这个邮件 是因为在当时 Allen和Mike 还有一个他梦想中 一生最重的游戏在筹备 那就是魔兽世界 他们呢 不敢去赌 他们也输不起 而违望迪的回复 则非常简单 好 你们滚吧 他们接受了北方暴雪的辞职 2003年6月30 北方暴雪的三位创始人 离开了自己一手创业的公司 到了下周一 南方暴雪开始接管北方暴雪 一片混转中 一部分的人去了暗黑三的项目组 另一部分人则去了魔兽世界 两个项目都不愿意去了 则被扫地出门 两年后的2005年 因为暗黑三未能达到 维望迪的预期 暴雪宣布关闭了北方暴雪 自此 北方暴雪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而在吸收了北方暴雪的人才之后 暴雪一路壮大 平步青云 之后发生的魔兽世界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到了2007年 魔兽世界有超过900万的用户 这也成为了暴雪的巅峰时刻 而离开了北方暴雪之后 创始人的几位老哥 制作了一个FPS MMO 地狱之门伦敦 尤其质量低下 Bug不断 很快销声匿迹 现在我们偶尔还能在互联网上 看到原来北方暴雪前员工的各种视频 他们很多人还是长发 一脸大胡子 好像从未改变 但脸上的皱纹却也可以告诉我们 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 在撤回邮件的那几秒 Mike和Alan究竟是真的后悔了 还是想给北方暴雪挖一个坑 已经没有人能知道了 但是再过几年 他们将会和另一个传奇公司合并 而有关于他的故事 就又是另一个传说了 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居然来自鸡和电台节目 动视暴雪的前世今生 如果你对视频有兴趣 欢迎鸡和网搜索 动视暴雪的前世今生收听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